培训出不同领域的人才 但是台湾却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 怎么弥补人才缺口 绝对是国家富强的关键 而新南向政策的其中一环 就是希望可以从他国下手 补足台湾缺口 因为台湾人才外流现象是全球第一 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 台湾专业人才外移风险高达61% 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 就有6个人选择离开台湾 高端专业人才不断出走 加上台湾内部 越来越少人愿意攻读硕博士学位 教育培养出现断层 连企业界都出现了职缺 找不到合适人选的现象 根据跨国人力资源公司调查 有7成3的台湾雇主 认为有征财困难 相较于全球平均值的4成 台湾缺财状况很严重 学商加双的是 现在就连大学生都出现了岩币潮 光是今年就有4.5万人申请岩币 等于是延缓进入职场 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记者黄宇杰 黄军豪 继续带您了解 记得大家今天采访如何 嗨 还不错啊 你看这边 我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她是世新大学英语系 五年级生许之嘉 自己岩币是会讨论一下 为什么会岩币 然后其实很多人岩币 其实已经对于岩币这两个词 已经觉得它不是一个很四面的 它反而是给我时间 再去多想一想 我接下来人生的 要走哪个方向 岩币的决定对他来说并不难 因为英语和新闻双主修 课业本来就反重 再加上还花了大半年 到美国当交换学生 他只能选择岩币 刚出入社会的那种社会新鲜人 应该都是处于 真的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以大学毕业选择岩币的人数来看 在94学年度不超过3万人 97学年有3万7天多人 到了100学年 毕竟4万2千人选择岩币 而104学年 人数更是超过4万5千人 台湾学士岩币潮年年增加 不管理由如何 趋势背后所隐藏的危机 不能忽视 因为就是你还是学生 就还有犯错的机会 那你还可以再多探索 你要做什么事情 用时间成本来换取思考空间 这是许之佳的做法 迷惘一定会有 那只是紧张 害怕跟焦虑 就是我知道我要A 我要B 我不要C 但我不知道我要A还是B 这样的想法 选择未定 方向未知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才是让学者最担忧的关键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 让他非常安逸 基本上非常安逸 从小学到大学都很顺利 也不需要很努力 他就可以过得很好 安逸缺乏挑战 云友的竞争优势 当然也随着时间消逝 我研毙的原因是因为去实习 那因为实习也是让我一个 可以去探索我未来一些职场 就是生涯上面的一些规划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像我有些朋友 他们的研毙的原因 可能会是去交换学生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双组修的部分 我们更希望就是说 不要太安逸于国内 能够勇于去跨出去 不论是去求学 或者去追求不同的国际经验 或者甚至于找到自己的就业的机会 都鼓励我们的学生可以往外去拓展 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 发布全球人才2021报告 指出台湾人才外流风险非常高 每十个人当中就有六个专业人才流失 没了高端人才 我们还面临教育培养断层 我十年前 我台湾的博士班应该 人数还算不少 但是我现在几乎都快没有了 毕业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就没有新进来 我毕业了 硕博士生人数减少 专业人才的接力赛出现缺口 找不到人也就成了台湾雇主的最大难题 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在生涯上面有一些发展 或是开始工作 难免会让自己很紧张 对 然后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未来 比大家还要晚一步进入职场 有七成三的台湾雇主表示说 他们有争彩上面的困难 那相较于全球平均值是四成 其实台湾的数据算是非常的高 而且仅次于日本 是全球第二难找人的国家这样 分析其中原因 有五成三雇主认为 缺乏合适的求职人选 10%则认为求职者经验不足 同时也有另外10%的雇主表示 求职者缺乏技术职能 这些因素都明白点出 台湾人才无法接轨直操 台湾人才在这些积极度上面 或者说竞争性上面 竞争心态上 不是说竞争力低 而是说竞争心态上面 的确是稍微低一些些 台湾真的是需要去培养一些 最很高级的人才 一个国家的力量 是在那些很厉害的人 不是在那些很不厉害的人 所以厉害的人越多 这个国家才越有希望 很明显的产业转型的列车 目前行驶的方向 似乎无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 并驾齐驱 比方说过去觉得很难找 可能是科技业电子 也因为这是台湾过去产业的主流 现在觉得很难找的这些企业 他们其实有很多是零售业 我们的制造业的比例 从7.3变到3.7 大约是这样 所以但是我们的培养的人 没有这样去转变 而且服务业很多 他并不制造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这样的落差缺口怎么弥补 人才绝对是关键 台湾青年长期处于舒适圈 温馴有余却少了狼性 后时人才资本如何创造环境 也是挑战的开始 台湾高等教育也倾向南向拓展 根据教育部统计 全台境外生人数已经超过11万名 大约占所有学生总数的8% 其中来自马来西亚 印尼 印度等东协十国学生 就超过两万六千人 这些未来的国外人才对台湾学生来说 是助力还是阻力呢 广告回来 热线追踪继续剖戏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您想过未来大学课堂上 将有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生 跟台湾学生一起学习吗 根据教育部统计 全台境外生人数已经超过11万名 大约占所有学生总数的8% 其中来自马来西亚 印尼 印度等东协十国学生 就超过两万六千人 换句话说 台湾高等教育也倾向南向拓展 教育部宣示 希望未来四年 每年以20%的数量成长 可以大量招收东协 以及南亚国家的优秀学生来台 目前台科大有285位印尼生 是全台印尼生数量最多的大学 而新竹的清华大学 也吸引不少的印度生 他们一直认为 台湾比起自己的家乡来说 更适合研读硕博士课程 同时最直接的帮助 就是薪水待遇更好 而这些外籍生 也不乏有人想留在台湾找工作 在台湾科技大学这堂课教的是工业管理中 很重要的供应链管理 上台报告的外籍生 他们来自澳洲 另外坐在台下 安健聆听的 有着黑皮肤的印度裔面孔 也少不了黄皮肤的亚洲人 不过其中最多也不能忽视的 就是戴上头巾 来自回教世界 穆斯林国家的印尼外籍生 觉得留学是比较好 台湾公司想找到印尼人 所以我觉得还容易 25岁的李金辉 留着韩系花米兰的发型 来台湾已经快三年 台湾是比如说各级最有名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如果年所事办事比较 对我来说比较有 encouragement 中文还不是很认等 不过目标方向倒是很明确 李金辉从印尼的日耳大学 资工系毕业后 在台湾学了一年半的中文 接着进入台科大 攻读硕士学位 他们就像我们早期 出国留学的学生 都是当地比较优秀的学生 这些好学校的学生 都是比较优秀的学生 他们的学习动机跟资质 都是相当优秀 在这一堂课里头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全英语专班授课 目的很明显 当然是为了抢功境外学生 所以他的认真 然后他的这种追求 要成就自己的精神 尤其要能够学习新技术 新观念 带回他的国家去 这样的一种动力 都可以让我们台湾的学生 有得到刺激的作用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譬如说在学校或者在产业界 看到很多比较重要的趋势 真正在国内要找人才 其实没办法弥补这个需求 所以事实上外籍生确实是非常重要 看到趋势转变 台科大从十多年前开始 逐步扩大招募印尼生 我像希望是毕业以后 在台湾找到工作 然后是因为是台湾 是薪水也很高 如果你要会印尼的话 就是有一点割息了 因为是在台湾已经有很多机会 96学年度不过90位印尼生 短短6年的时间 今年台科大就有285位 而这里更是台湾印尼生 最多的大学 教育部统计 全台大专运校境外生 一百学年有五万五千多位 随后一年比一年多 一百零三学年 境外生已经超过九万三千人 一百零四学年 更是创下史上新高 达到十一万人以上 这个数量甚至占全台大专院校 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二 落实于马来西亚 越南 泰国等东协十国来看 这些学生就超过两万六千人 但所有桥外生的比例 高达百分之三十九点二 而这些学生生源 顺势也成了教育部眼中的高教救星 因为我们希望每一年百分之二十的成长 那就是每一年成长五千人 那四年可以成长两万人 所以到时候将近有五万五千人以上的学生 是来自于东南亚 同样东南亚跨海来台当学生 李金辉的同班同学周宝玉才二十四岁 在印尼读的是排名前五的私立大学 资质优秀不在话下 但对他来说 未来要面对的就业竞争 可不只有比学校排名 有一些做一做之后 他们觉得还是委屈 那边比较容易发展 那的确也是现在 在印尼的制造业也是非常的蓬勃 而同样是新兴成长国家 印度生也抢转来台湾 我们特别走一趟新竹的清华大学 这里跨海来台的印度生特别多 这个 有黑肤色 深邃的眉眼 帕卡许离开印度 来到距离家乡四千三百公里远的台湾 进入清大 攻读化学工程博士 对他来说 离乡背景的决定并不难 他们不会获得了职业 他们不会获得了未来的职业 他们不会获得了任何东西 因为大型的群体 很多印尼的学生都会去各种国家 所以台湾是一位最好的国家 在一旁担任职导工作 他是帕卡许的学长圣多斯 30岁 来台湾四年 现在已经是博士后研究员 这是让中国的教育学科区 而学生都会币 你必须支付60万元 所以圣多斯和帕卡许就像你看到的大多数印度生一样 宁愿在台湾一边做实验研究 一边争取时间找工作 工读化学工程让他们对实验分析 很有一套 未来进入制药业 或是半导体产业 他们都可以成为新生力军 他们在做的那些演绣 他们都很了解 很远离什么的 然后也很会实作 他们想留在台湾工作 为什么 好像印度起薪没有台湾那么高 他们都很想要去台积电工作 他们听说钱很多 小小一个实验室 有一个台湾学生 四个印度生 比例悬殊许多 这恐怕也无形中 看出台湾未来竞争力的遗忧 东南的国家 其实他们现在都慢慢再起来了 其实慢慢应该是很快再起来了 包括越南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另外菲律宾 都要起来了 那台湾如果不加油的话 没有办法更上一层楼 真的我们就被压下去了 如果104学年来看 境外生人数成长最多的前五名 就是东南亚地区 包办的其中三个名额 印度生人数成长速度最快 达到33% 印尼和缅甸也各有23% 以及18%的成长率 这些新南向国家 都在做基础建设的改革 经济发展也正在转型 他们非常需要 事实上也有助于我们的海商 我们的企业 到这些东南亚国家去布局 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部积极拓展 高等教育的海外市场 前进东协十国 输出教育招生 扩大举办高等教育展 甚至辅助招生说明座谈 目前境外学位生当中 人数最多的 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 有11534位 中国大陆7873位居次 另外香港和澳门的境外生 也不在少数 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和印尼 都各有将近3000名的学生 想在台湾取得学位 现在非常强调全球移动 就是青年的移动力 大家都在招募最好的人才 那当然一方面是希望人才 能够为这个国家所用 那二方面也希望 把这个人才吸纳到 这个社会来带动一些竞争 这么多境外生想立足台湾 也积极争取台湾机会 处在舒适圈的台湾学生 准备好了吗 因为少子化冲击 不少公立的中小学 面临招生困难 积极寻求转型 有的学校干脆不再和民校抢学生 反而改走不一样的路 实验教育 越来越多学校选择走向 多元化 特色化 开放多元的教育 是否可以替公立学校 找到新出路 而下一代 透过实验教育 又将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呢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教育改革浪潮 近几年一波接一波 但随着少子化冲击 不少公立的中小学 面临招生困难 积极寻求转型 有的学校干脆不再和民校抢学生 反而改走不一样的路 实验教育 2014年11月 立法院三读通过 实验教育三法 正式让采取实验教育的学校 成为新的教育方式 有一个惊人数字 在实验教育三法 公布不到两年 公立实验学校 就从原本的两所 到了106学年度 预计开办的就有61所 成长了近30倍 有越来越多学校 选择走向多元化 特色化 当实验教育逐渐打破 国民教育的框架 传统公校转型成为实验学校 不再强调通才 反而走向偏才的教育理念 开放多元的教育 是否可以替公立学校 找到新出路 我们下一代 在这样一个择校世代 又将面临怎样的问题 日线追踪记者蔡佳恩 李世荣的深入报道 上学时间 学生背着书包进教室 课堂上 老师在台上教课 学生在底下听讲 这是你我印象中的教学模式 换个场景 在宜兰县苏澳镇的岳明国小 这里的孩子上课 却很不一样 好 我们今天出来是要做什么 观察 我们今天做的观察到哪一个阶段 成长 我们一边观察看它现在长得什么样子 每一株的植物是不是成长的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用绘画的方式 把我们成长的过程 把这一个阶段画下来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小朋友们宛如小画家 涂报纸席地而坐 手拿纸笔画板 眼睛紧盯着菜园里的蔬菜 一笔一画勾勒出外观 你是画什么 我看一下 哪一个是花椰菜 这个 圆圆的那个花椰菜 对 为什么上面有一个黑黑的 这个吗 对啊 桶 它叫什么名字 鹿角窝序 鹿角窝序 为什么要种这个 因为要保护那些花椰菜 花椰菜 花椰菜 为什么要保护花椰菜 才不会被重拾掉 如果你以为就是一般国小的美术课 那可就大错特错 其实这是越名国小的特色课程 食农教育课 菜园里的花椰菜 生菜 蜗具 全都是孩子们亲手栽种 他们不只观察蔬菜成长 还借此学会友善耕作 从小培养食安教育 我们的肥料是什么 有机 好 很棒 就像你等下回去加一个 那为什么不使用农药 使用农药对身体不好 我们吃下去也不好 这个课程是叫做食农课程 就是说让透过食农课程 让孩子平常就是在栽培作物 可以学到爱物习物 因为其实在栽培的过程中 我们每天都会来除草 然后浇水 然后要照顾这些的栽培作物 让他们知道说粮食得来不易 不像一般学校 只专注在国文 英文 数学 月明国小走的是实验教育这条路 当初因为手指化冲击 学校必须面临转型 直到2014年11月 立月三读通过实验教育三法 月明国小因此成为全台第一所 由公办学校转型成公办名名的 实验教育学校 月明国小其实也跟其他 台湾偏向小校一样 都面临少子化的冲击 所以我们在九年前 我们就开始转型 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特色资源 包括我们的海洋 我们的食农 我们的生态 生态的这个课程 这里有一个五维港的水量保护区 所以基本上是从 怎么样让学习跟生活 跟在地跟环境来结合 实验教育简单来说分为两种 学校类型与非学校类型 是指个人 团体 机构所成立 另一种学校类型又分为三种 有的是由民间非营利组织 所筹办的教学机构 有的则是公办公营学校 另外一种则是部分公立学校 转型成公办民营实验学校 共同的目的就是跳脱现有教育体制 松绑教学课程和诗字规定 让孩子的学习更多元 内心不仅然是有 有为者 亦莫适得得心 四年级的语言课上 虽然书本写的是 丛林医生使怀者的故事 但不像一般学校的国文课 老师照本宣科 这里上的还包含 原文历史及地理 非洲大陆 刚刚有同学问说 为什么它叫做大陆 它本身就是一大块土地 一大块土地 陆地 那就是一个大陆 那那个克麦隆 史怀哲去的那个克麦隆 在这里 他在这里喔 这块 蓝色的这一块 他土地比我们还大块 你看喔 克麦隆在19世纪那个时代 那么的落后 史怀哲跑到那边去 小非洲 他有小非洲 因为他文化很多 200多个种族跟语言 从人物故事 跨足历史地理介绍 80分钟的语言课 孩子们不是乖乖作者听 而是举手抢发问 更特别的是 他们还自己写文章 画插图制作颁报 编辑教队通通一手包办 实验教育很显然的 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有了明显改变 因为可以跟同学互动 所以如果在课堂上的话 要就是跟 就是跟 就是 坐在那边就跟同学 没有跟同学互动 这边我们的课程是活化的 所以我们的 我们可以在时间里面 把各科 刚好是我们的主题 都融在一个活动里面 那么小孩子他这样出去一趟 他数学社会语言 他通通学到了 而且他是实地去做 那我觉得透过这个过程 他的学习就会更深刻 以往教育 总是要帮孩子打分数 一昧追求100分 但在这里 没有所谓的满分 在这一次的考试中 你有被老师 特别加分的请举手 不管加几分 不管加几分 有104.5分 118.5分 还有121分 超过100分的比比皆是 他们比的不是分数 而是孩子们的创造思考能力 从一个传统公立学校 转型成为公办民营的小学 得克服的不只是学生及家长 校方也是一大关键 对于学习的定义 对教育的目的 大家都要重新地去思考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在公办民营 我们第一步要先去克服的 而不是为了实验而实验 就是大家应该去想清楚 我们是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希望做什么样的改变 那在体制内 我们没办法做这样的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要公办民营 做体制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老师弹着吉他 学生跟着唱出歌声 看过去的音乐课不同的是 这个书一课教音乐也教美术 甚至连传统民俗艺术 也融入在课堂上 1 2 3 action 我们就请他这个拍张照 阿姨你手机准备好没有 我会下手机 OK OK 我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吗 OK 好 打完又正周康开心 开心 开心 太好了 我的同学说很开心 1 2 3 action 哇 谢谢你们 透过稀有不只吸引孩子专注力 更让小朋友从中学习道理 从生活周遭中做起 而当中应用的DFC Design for Change 课程 就是关键之一 Design for Change Design 说出来就是让孩子自发 他自己想要去改变生活环境 他想要让生活更好 他想去解决什么问题 是他自发的 是Design 那For Change 这个Change 确实上就是行动 对不对 孩子要有行动力 他光是有一个想法 他要改变这个世界 所谓的DFC课程 其实就是让孩子透过双眼 观察周遭事物 实践课堂上所学到的 进而做出改变 和过去只重视成绩的想法不同 在这里更在乎孩子的品格教育 不再真的只是成绩上的发展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它其实它比较像 需要孩子在很多方面的发展 我会在这里 一二千米合理 开的时候尽量往左边这边 尽量往左边开 五六年级的孩子 独自一人乘着繁缠 航行在东山河上 这是乐民国小 结合在地特色的OP帆船课程 也是他们的体育课 一开始我们站在岸边 不禁替他们捏把冷汗 生怕船翻了有危险 不过一看到他们熟悉掌舵 操控风凡的利落身手 不得不佩服这群小小翻船手 七二零的职合 我还以为人已经正式比赛了 转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 是刚好顶着风 然后就是要把那个顶着风的 没有刺到风的地方压过去 然后就是翻这样斜 然后会有一个阻力 就把它产生过去 然后就会 就会转弯了 就是会跑比较快 以前那個學校的體育課都上什麼 球類 球類 然後 跑步 對 跑步 或者是接力賽 這些就是沒有帆船的東西 現在這個你覺得比較有趣嗎 對 為什麼 就是超乎傳統 對 超乎傳統 為什麼 一般的就是很傳統 可能大家都比較知道的這樣子 那以我的部分 因為踏進這個領域之後 覺得其實體育課也可以很不一樣 那帆船課 有帆船課 又有浮潛課 對 又有帕浪課 對 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讓孩子可以 不再只局限在球類 對 那就是讓他們多元 視性去發展 像宜蘭蘇澳月明國小 就類的實驗學校 在實驗教育三法公布不到兩年 全台數量也越來越多 一個驚人的數字 實驗學校 從原本的兩鎖 到1060學年度 預計開辦的就有61鎖 不過數量卻差很多 民辦民營一間都沒有 公辦民營的也只有五鎖 公辦公營的實驗學校最多 就有56鎖 整體數量比過去成長30倍 那當然就是 孩子們就 本來看 本來看 不過外界也擔心的是 實驗學校數量增加 雖然孩子教育是件好事 但該怎麼實踐教育理念 而不是單純轉型 吸引學生來就讀 多元師資的培育也是關鍵 通常民辦的實驗教育 它的養成過程 必須要藉由外國的師資 或者是整個團隊裡面 再去共同的研討 所以整個 例如說以華德國教育來講 它最重要的是 課程發展 兒童發展 跟教室的自我成長 這三個面向缺一不可 然後這些所有的內涵 都必須要對應到 跟人 跟生活能夠連結的教育 那這樣的教育 其實它不是隨便 你去拿一套教材 或者拿一本教師手冊 就可以解決問題 特色化課程 多元師資培育 實驗學校不再像過去 總是強調通才教育 反而要走向偏財專精 第一個面臨的關卡 就是家長們保守的升學觀念 家長的觀念如果沒有改變 那不管你推再多的教育政策改變 或者是再多的教改 或者是你再多著重這些實驗教育 它都沒有辦法改變家長對於教育這個認知 讓孩子從小培養人格 發展自我認同 找足未來方向 實驗教育帶起的新趨勢 不只學校老師得跟著變 家長觀念也得跟著改 畢竟高學歷 不再是人生勝利組的保證書 取而代之的 應該是給孩子們一次勇於探索人生的機會 實驗教育提供不同以往的教育想像跟選擇 讓孩子多元化學習 教育選擇權的更加普及 如何將成功經驗導入更多學校 都值得持續觀察 休息一下再回到熱情追蹤 歐洲芬蘭被視為教育大國 因為他們的教育制度遠近馳名 吸引許多教育學者前往考察取經 儘管如此 他們對於教育政策與內容 依舊在求新求變 今年8月推出新的中小學課綱 大幅調整學習內容 從傳統科目轉移到跨領域的主題 台灣的教育制度是要原地打轉 還是要及時邁開步伐 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 決策者不能繼續在錯誤中學習成長了 發燒話題決根究底 我是王李宗彥 日前追蹤 我們再會 罵發燒話題 我之前是前在床 一些豪華題 4月間避免 有性空出現的 我覺得我覺得